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一套有助于降低血压的瑜伽体式。 首先,做实验拜日式热身。 这个体式能够促进血液循环,改善肠道功能,有助于拉伸肌肉和关节。 还能充分活动身体,使头脑更清晰,让您精力充沛地应对一天的工作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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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坐下来做英雄式。思想放松,集中注意您的呼吸节奏。 然后是仰卧英雄式。 仰卧在地上,如果有需要您可以垫一个枕头。 下一个提示是树脚式。 下一个提示是树脚式。 仰卧在地上,如果需要您可以垫一个枕头。 接下来是树脚式。 接下来伸直双腿,做背部伸展式。身体尽量前伸,保持背部挺直。 下面是坐脚式。 下面是坐脚式。 身体尽量向前伸直,尽量向侧边伸直大腿,臀部紧贴地面。 然后平躺下来做桥式。 然后平躺下来做桥式。正常呼吸保持不动。 然后平躺下来做桥式。正常呼吸保持不动。 下面做梨式。 双脚要尽量碰到脑后的地面。 完成后做一下婴儿式,放松身体。 然后采取仰卧放松式,休息几分钟。 放松的时候注意您的呼吸节奏。 接下来您可以采用盛光调吸法来控制呼吸。 休息上一段时间以后,再做一遍整套的完整动作。 然后采用黑风呼吸法。 沿上耳朵,烧臂鼻孔。 通过鼻子来呼吸。 呼吸的时候发出嗡嗡的风鸣声。 尽量延长风鸣声的时间。 您可以重复5到10遍。 然后练习5分钟的交替鼻孔呼吸法。 然后练习5分钟的交替鼻孔呼吸法。 经常性的练习这套动作,能够有效地帮助降低血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